待會的會談 直接公開開大門走大路 沒有任何密室協商的空間 這是國民黨堅實的基調 也向所有的我們現場的媒體 來表示意見 林濤不好意思 林濤稍微護照林濤 那個請夥伴把林濤在旁邊休息好嗎 他今天可能情緒比較激動一點 已經等了20分鐘 我們接下來整點都會跟大家提醒 我們在這邊各位媒體好朋友等待的時間 好謝謝國民黨參與的林濤 那請林濤可不可以住座休息一下 那個現場的夥伴 麻煩把麥克風收起來好嗎 軍樂飯店的25樓 大家是公開的參與 既然願意辦這個公開的會談 就要公開的參與 沒有所謂誰能夠發言 誰不能發言 如果現場所有的媒體在現場 都是因為國董事長能夠指定誰發言 誰不發言 這不符合過去我們對於整個公共會談 公共利益的一個原則 所以基本上呢 任何的一個我們的代表 參與者要做發言 應該要予以尊重 謝謝 林濤最近政論節目上的不夠多喔 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場合 今天不是政論節目的鬥嘴 因為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請黃世修發言人 能夠尊重所有與會參與者的權益 謝謝 好的謝謝林濤先生 請尊重會場的秩序 各位媒體好朋友 我們看到了現場的狀況 是我們的馬總統 在藍白二會 見證了整體六大共識的基礎 那今天 在整個登記的最後一刻 我們仍然謝謝 當時候柯文哲主席 提出來希望馬總統見證 而謝謝馬總統又到達了現場 謝謝 而我們也看到 侯友宜市長 朱立倫主席 在過程中 是誠意十足 在這個現場呢 這個地點 課水主片 希望能夠來促成藍白河 最後的一個機會 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 在這個半小時前 不管是馬總統 侯市長 還有朱主席 特別把行程排開 一定要到達現場 希望能夠爭取藍白河 我們也希望 待會 郭台銘董事長 以及柯文哲市長 能夠看到國民黨 充足的誠意 所以我們盡在便課 我們來 待會 郭董事長 及柯主席 也會到達現場 謝謝 謝謝 那基本上 大家知道 在早上的9點52分 侯市長辦公室 就已經發出採訪通知 希望能夠趕快來跟柯主席對談 所以不是像這個計時計的狀況 再倒數計時 不是從下午 這等了很久的時間 而是侯辦 早上9點52分 侯友宜市長就排了整天的行程 空下來 就是希望促成最後的藍白河 而我們待會的會談 堅持開大門走大陸 絕不作為任何的一個密室協商的狀況 開大門走大陸 全部開放直播 全部開放對談 我們要跟所有台灣的六成期待 最後的這個藍白河能夠成功 來做一個最好的交代 所以基本上 待會的會談 直接公開開大門走大陸 沒有任何密室協商的空間 這是國民黨堅實的基調 也向所有的我們現場的媒體 來表示意見 林濤不好意思 謝謝 林濤燒萬物照 林濤 那個請夥伴把林濤在旁邊休息好嗎 他今天可能情緒比較激動一點 好 我再度說明一次 好 這位先生 這位先生請冷靜一點 我來處理 我重新說明一下 今天這個場合的起源 是在兩天前 侯市長打電話給郭董 親自拜託郭董 擔任整合的統括 他任郭董做大哥 在昨天早上 郭董打電話給侯市長 侯市長也約好了 昨天早上八點在郭董家三方會談 柯主席也欣然的同意 但是沒在幾分鐘之後 侯市長又不來 所以郭董才在昨天下午公佈了完整的時序 並且在昨天上午 柯主席後來還是有到郭董家 我們委託柯主席來選定一個第三方的場地 不要再掉進藍白民調的爭議 因為那個是沒有結果的 那個只會在傷口上撒鹽 只會撕裂雙方的支持者 更加無法達到政權倫定的目標 我們希望在野整合 不要拘泥在過去的爭議 今天竟然侯市長跟柯主席 雙重的委託郭台銘董事長 擔任這個主持整合的角色 那麼郭董願意出面 所以今天這個軍樂飯店的場地 是由柯主席敲定 並由柯主席回報給郭董 郭董指示郭辦的幕僚 跟柯辦的幕僚合作 然後把這個場地給敲定下來 等等三方會談的房間 在軍樂飯店的25樓 房號2538 侯市長要求的公開透明 我們現場在25樓 有相關的攝影設備 所以請不要擔心 我們希望這個第三方的場地 是公正的公平的 而且 從今天開始 從現在開始 就是 在野整合 新的一頁 離24號下午5點鐘 中選會截止登記 已經倒數 時間所剩不多 我們衷心的希望 今天 三方的會談 有一個圓滿的結果 等到這三方會談 的成功結果出來之後 我們也會很榮幸的 讓馬前總統 見證 這個中華民國的歷史時刻 但 這只是我們的第一步 因為 投票 是在明年的1月13號 我們還有一段時間 要繼續努力 民進黨依舊強大 在野力量 絕對不能夠掉以輕心 藍白鍋 三方的力量 缺一不可 所以我們真心誠意的希望 今天的三方會談 能夠得到圓滿的結果 過去有太多的爭議 或者今天 剛才可能現場有些小的紛爭 這個東西 我們都把它放下 所以等等 我們會請郭董 跟柯主席 下樓來 跟大家說明清楚 然後 由當事人的三方 在25樓 進行三方的會談 好 謝謝各位媒體好朋友 現在已經到達會場 現在讓大家久等了 已經等了20分鐘 我們接下來整點 都會跟大家提醒 我們在這邊 各位媒體好朋友 等待的時間 那我們堅持非常簡單 當早上柯主席 傳訊息給侯市長的時候 就已經講了 是公開會面 所以我們整體今天 藍白的協商會議 一定是公開公正透明 而且全程對外 所以基本上沒有任何 密室協商的空間 這是今天早上 柯文哲主席 傳訊息給侯市長 重要的一個基調 就是要公開透明 公開會面 以上跟大家報告 目前我們等了20分鐘 好謝謝國民黨參與的林濤 那請林超可不可以住座休息一下 對 那個現場的夥伴 慢慢把麥克風收起來好嗎 我覺得今天是郭董委託科主席 科辦定的場地 是公開的會談 公開的資材 就是大家能夠好好的一起討論 而不是今天場地 是的 我們在軍隊飯店的25樓 大家是公開的參與 既然願意辦這個公開的會談 就要公開的參與 沒有所謂誰能夠發言 誰不能發言 如果現場所有的媒體在現場 都是因為郭董事長能夠指定 誰不發言這不符合過去我們對於整個公共會談 公共利益的一個原則 所以基本上呢 任何的一個 我們的代表參與者 要做發言應該要予以尊重 謝謝 林濤最近政論節目上的不夠多喔 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場合 今天不是政論節目的鬥罪 因為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請黃世修發言人 能夠尊重所有與會參與者的權益 謝謝 好的 謝謝林濤先生 請尊重會場的秩序 今天在台上的馬前總統 侯市長跟朱主席 因為您的發言覺得相當的尷尬 所以請林濤還是先休息一下 今天在25樓的會談 我們有攝影的設備 我們會配合侯市長的要求 全程的透明公開 所以呢這並不是問題 這樣有解答到林先生的疑惑嗎 好的 那麼就請林濤入座休息一下吧 請 謝謝 客辦跟郭辦有一致的共識 今天會談的房間就是在25樓38號房 三方會談是由侯市長委託郭董 且侯市長承諾他可以自己一個人 因為他能夠做主 不會帶其他任何人 或者頂多讓他帶一位紀錄的幕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